律师集团总裁复原林平久病多年于今夜离世 总裁力万良无法承受打击病倒家中暂时没有现身 终于成为李太太 开心了 李太太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 要不是为了林平手里那点粉 才不会拖到现在才让她死 新的李太太 可不会像上年人一样 是你摆布 只要你再求我上让我摆布就可以了 是谁把丑屏放这里了 你不会对那个女人还念念不忘 葬礼都在家里举办 你别些晦气 这你就不懂了 这个女人的八字忘了 就算死了 也别想投胎转身 给老子留在这里 招财 真在 丽总 这么薄情寡义 也不怕那个黄脸婆 回来找你 那就让她 变成厉鬼 好给老子 祝祝你 你而已 既然你这么想看力 那我就如你所愿 你是谁 你怎么在这里 抱歉李大太 好像打扰了 这是我给匆匆 请到家庭教师 林宝啊 给匆匆找回家庭教师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都已经是一太太了 这种事情 还需要丽总反省呢 知道吧 进来吧 给丽总打个招呼 丽总你好 我是专专的这林教师 老二老师 你的房间在那边 我带你过去 你也不允许 是 你知道一定在家庭教师 你还要去 婚姻 女儿 现在是 你际主行 他就是 她的 刀两立 的 她就会全部 她们 在四川 她们 是 方還是來晚了一步 你什麼時候跟你老公談談啊 跟我拿到他所有財產之後 明明除了你 都只剩下那個小雜種 把他處理 不都是你的嗎 被小孩子嚇壞 你對明明爸媽的時候 不也沒心了 媽媽你在這裡幹嘛 我對 快快快快點快點 啊 東兒快跑 我要跟媽媽在一起 先生千萬別讓李萬娘那個混蛋找到你 快走 終於別讓他家伙跑了 東兒快跑 快跑啊 快跑 大哥那小孩又要去了 叔叔 姐姐啊 叫一聲 這小朋友面部摔成這樣 這好了恐怕家人都是不是那麼好 有啥辦法 保命要緊 趕緊走速 別廢話 你放心 阿姨一定會把你自豪的 阿姨一定會把你自豪的 但是對 你給老闆跟她的聲音 要緊急 大小孩 廢話 你前幾天 阿姨 讓你藏在那 啊 對不起寶藍老師 我來幫寶藍老師擦一下吧 你自己來就行 寶藍老師 你要幹什麼 我要 馬老師你 蘇蘇啊 我是不是你 那老師走吧 立總 你剛剛想說什麼了 沒有 沒事 你從我爹想說什麼 你會拍手 你不會拍手 你不會拍手 我應該是 你會拍手 你我應該不是 你會拍手 哇 我相信你 我真的不是 你這下 你這下 你我可以拍手 你就是靠着這種手段 得到莉太太的位置 你色是人色是愛吃 不知道你的莉子到底能還有多久 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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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筆量一下 麗總你要幹嘛 林老師 請注意自己的事 不要再做出什麼一句的事情 這次就算了 再有下次我一定會死 不可能啊 是我不夠有魅力嗎 還是立萬良轉的性 還問你去幹什麼 想讓太太看到嗎 把衣服披上 被照亮了 你不敢打我 原來是玩欲擒故障 你敢打我 太太不也打了我嗎 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我看不在你就不安分了 我打你都是輕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誤會寶寶老師嗎 我想的哪樣 王兒老師 書下我借了一件你的衣服 為了採改婚紗的時候 尺碼保持一致 太太不相信我 難道還不相信立總 那你也不能打我呀 我可是你的僱主 我們是雙方選擇 我們是雙方選擇的關係 我是聰聰的家庭教師 不是你們家的用人 我勸太太家子發脾氣之前 想搞搞清楚 你就不怕我開了你 請便 到時候立總達不到江城第一學院入學標準 你們可別怪我 太太 太太如果沒有其他事情的話 我先去準備聰聰的吻吻喝 懷疑的種子一旦種下 就會生根發芽 好痛 要是現在還不抹點藥的話 明天ري也該中啊 我看就沒這個必要了吧 這是被太太看到的話 我去之後藥膏就要通了滿我全面 哈哈 匆匆 匆匆 沒有課不如 馬尔老師教你跳舞吧 就打好 麗總不是讓我教你嗎 怎麼了沒看懂 要不要我再教你一遍 怎麼了 上馬尔老師的課 要吃這麼多苦頭 吃得苦中苦 幫我承受 吃多少苦頭的所謂 只要最後 能讓我吃多一點 這種苦頭 你也吃得了嗎 這下你該放心了吧 馬尔老師 暫時安全 沈諾 你也不過如期 聰聰想在爸爸媽媽的婚宴上 穿哪件衣服呢 這兩個人裙子 的顏色 為啥都一樣啊 這兩個顏色怎麼會一樣呢 這個是紅色 這個是綠色 媽選紅色 為什麼喜歡紅色呢 因為我爸爸喜歡 媽媽穿紅色的衣服 啊是嗎 誰讓你在這裡的 你想要幹嘛 不幹嗎 我就是在這兒吹吹風 白天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對寶兒老師你 沒有費分之想 立總之前看我的眼神可不是這樣 怎麼突然之間就變了呢 難不成立太太 又躲在車裡後面 你的確是一個聰明的女 沒有好笑 想是因為他們 故事 你到底是誰 我是立聰的家庭教師 寶寶 寶寶 我媽跟誰說話 啊我我在準備婚禮的事情 婚禮的事情 啊幹嘛背著我 莫非是要準備什麼驚喜 啊對 我這不是想給你一個驚喜嗎 所以不想讓你們知道 要不你先去洗漱吧 這樣吧 要不你先去洗漱吧 今天就被我撞上了 不如告訴我 準備的什麼驚喜啊 這就是我準備的驚喜 這就是你說的驚喜 你知道 我喜歡紅色穿上去 特別驚喜 你是覺得 我穿這件衣服誘人 還是這件衣服上的味道誘人 你什麼意思 我怎麼覺得 這件睡袍上面的香味 哥寶兒老師身上的 有點像 難道是今天的測試 你對他動心嗎 我費盡了千辛萬苦 才讓你當上回憶太太 就是因為我懂你 知道你是什麼樣的貨子 在婚禮之前 任何女人我都要提防你 我可不想樂得 跟林萍一起 那我讓你知道我按的是微信 那我讓你知道我按的是微信 你今天還有情趣嗎 不要拖 穿著更有感覺 你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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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年 你費盡心思要取代別人 成為厲害的 那我也讓你體驗一下 對別人取代 是一種你怎麼樣的感覺 你幹嘛 我真不是真的 我真不吃誰的動物 聰聰你怎麼在這 本來是想給你看看寶兒老師 給我做的新衣服的 你怎麼還沒睡 媽媽跟爸爸商量點事情 夜穿上寶兒老師給你做的新衣服 你說這是寶兒老師做的 啊 這也是你做的 你要我穿你做的衣服 你要幹嘛呀 莉莉莉你在說什麼呀 不要真的嘴 別以為不知道你要玩什麼髮戲 媽媽 是我讓寶兒老師給我做的 我想跟媽媽穿一樣的衣服 都要讓寶兒老師給你做的一遍 聰聰 是你讓寶兒老師給媽媽做的 Gos은沒有自己做的嗎 gilt 齊磊 Bes프 าก 我 我 美國 有 C 她 不 讓她 老奶 你們 大ING 你 我當然是喜歡你這樣的 欠你誰欠我欠啊 我告訴你你要是不欠的話 我有一百種辦法讓你欠 我有失敗把你都給他弄到手 你何必呢啊 欠不欠 欠不欠 欠不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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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戴上 人活著沒進來這件事情 死了倒是還念念不忘 不過就是一根忘了丟在下面 不太敏感 你倒是沒對待 保不齊別人 你這長相跟那個賤女人 還真有幾根相似 你在說什麼 我聽不懂 不可能 沈諾不可能會認得住我 這條項鍊 我之前早就找到副理了 怎麼會在你身上 這是我在房間的角落裡炸到的 我以為是太看您的 就幫你保管起來 幫我保管 聽你的口氣 逗你相信 夠了 別再鬧了 心疼了 你在胡說什麼啊 走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你們沒事吧 你沒事吧 之前怎麼沒發現你這個東西 還假兮兮的給我裝可憐 一條香眼而已 你至於嗎 太太 這項鍊是松松小姐想要扭上來的 可能是他玩的舌兒落在那 被寶爾老師撿到了 以後再讓松松看到這個裝東西 你就收拾東西給我滾蛋 是是我知道了太太 既然事情已經弄清楚了 你向寶爾老師道歉吧 寶爾老師 是我誤會李 你沒睡就好 下早是我和麗總的婚旅 我會邀請餐城所有歷史有ص分 希望你能好好叫松松跳舞 經驗所有 別丟我 日出 什么事 林峰 我真是坚 estratég 我也不想的 宅舖 你又真靠 跳這種不難過的動作 讓我愛人做到了 我真的一定會丟死 你在說什麼呀 跳個舞怎麼叫你丟人了 九個月那天 他也別跳了 最好別出現 神經丟人閒面 立總 讓匆匆在會宴上跳舞可以嗎 當然 當然可以了 要是何老師能一起的話 就更好吧 我一個外人 雖然不適合出現在立總和立太太的婚禮上 焦點 還是得為你們一家人的好 知道自己是外人就好 立萬良 既然你那麼害怕丟人現眼 非要讓你丟人現眼 夠 豬肆 忠祐 你自己去玩吧 好吧 你自己去玩吧 手 為什麼 這種 這話要讓蔡太太聽到了 就快找你糠飯 蔡太太呢 可能我 毋夜马上就要开始 没有信任 毋夜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位是你们家新来的用人吗 怎么之前没有见过 他是我们中东的家庭教师 林宝儿 我就说嘛 这么商量节目的是用的 家庭教师也是一种用的 沈诺这件衣服不是你的吗 我送给他了 我觉得是宝儿老师 我很少专家这么容易用的场合 所以没有问题 可是我记得 这件衣服是你被别人坑了 是一个假货 就是那件假货 我觉得很适合宝儿老师 你们觉得配不配啊 谁想配 买到假衣不是小事 你遇到适合假衣的用 那谁穿假衣呢 这位先生 看着好生命什么 这位可是你们太职的表哥 也是历史集团的经理 刘达 我也感觉像是在哪里见过宝儿老师 宝儿老师 不会是有什么出院 做狗表哥的生意 我看太太还是生心的 有什么打盘就像人 八卦 糊了 真呢 你真冲了 算吧 这点早前 就是 就是有些人 您上街的季节站 走吧 我的婚礼马上开始 好 那 这 看不清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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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我 我 呢 你是不是欠客人了呀 好 我 一直覺得寶兒老 在蒙蓉中 感覺寶兒老是感恩想我猛猛 从今天起 沈诺 就是我和一万两的妻子 也是历史集团的总裁夫人 我们 一定会把历史集 经营的 风生水起 谢谢大家今晚的故事 希望我们历史集团和大家一起 能够真正日上 这谁干的 是你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让你这样干的 我们一看暗道明都不能出去做了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面就变了 肯定是你 我刚来这个家不久 什么都不知道 刚刚聪聪 是不是也是让你这样干的 你是不是想做你家的太太 整理家本来都是我的 是你抢走了我的东西 是你抢走了我的东西 太太 你在说什么呀 不知道了 这第四集团本来是明氏集团 是一晚两千七人拼的家产 这么说 可能各位立总还是应该吃晚饭呢 上一位义品他也开始多久了 立总又再说 说不定您拼的死 跟这位兄弟对他也有关呢 你还不说什么 他都死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 你帮我出去 对不起各位 今天晚上充了点小意外 家宴到此结束 各位请回吧 请 又松了 还到你这干什么 赶紧搜来 怎么 看上保尔老师了 你现在情绪不稳定 我不想跟你吵 是不想吵还是心虚啊 我看你对你们家三口的位置很慢一样 是 你对我的作品 可以让你成为立太太 能 可以让你谁也不是 好啊 你尽管来呀 这样你不怕你做的那些破事被人知道的话 我來看看太太怎麼樣了 太太已經吃了安眠藥 現在已經睡了 之前的這個太太 是怎麼死的 寧靜的嗎 太太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 感覺之前好像發生過什麼事情 不該問他 別問 我該問他 你不應該在房間裡陪你立太太嗎 從今天起 他就已經是正式的立太太 所以我的陪伴也沒那麼重要 立總就像是在狩獵呢 一個獵物到手了 就可以馬上拋棄掉 轉身向另一個新的目標 可是 你不應該在房間裡陪你立太太 狩獵的過程 才讓人振奮的人心不是嗎 但是我 不想承認你了 怎麼 難道我配不上你嗎 因為你 看那種 有意思 立太太你怎麼出來了 你騙我 這不是騙 是測試 沈諾今天才剛剛成為你的立太太 你就迫不及待的尋找新婚了 雖然我也很想答應 但是我怕羅德像之前的立太太一樣的下場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被害死了 誰跟你說之前的立太太是被害死的 今天晚上 大家不能這麼熟 總是在我面前提他 難不成 你跟之前的立太太認識嗎 要跟他認識的話 我第一次跟你見面的時候 就不一樣 所以說啊 你跟他們不一樣 我會給你所有最好 男人的話 不合心 尤其是 沒種的人 你說誰沒種 嗯 啊 啊 立萬良你的禽獸 你放開我 你放 你到底有沒有種 你放開我 立萬良 你個禽獸 我會讓你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痛苦 啊 立萬良 你瘋了嗎 跟你有仇的 是立萬良和沈諾 立聰是無辜的 我怕 你不要丟下我 聰兒快跑 老婆 啊 甭 快 reservation 這個樣子被莉太太看到 又快發飆了好昨晚 余錦昌 太太和立聰去也贏了 後天才回家 那也不能串成這個樣子 要是被別人看到了怎麼辦 怕什麼 我都快成為莉太太了 你終於想清楚了 叫莉太太 這也由不得我去想了 你都把生米煮上熟飯了 你可別想耍歪了 那是自然 不過 要成為莉太太 還需要一些考驗 什麼考驗 我有一些把柄 在沈諾的時候 你要是能把那些東西拿到手 莉太太的美好就是你 怪不得你站前過後的 原來是有把柄 在沈諾的時候 你要是做不到的話就不 如果我做到了呢 如果我做到了呢 你要是能做到的話 我自然不會誓言 反而 會好好感激 嗯 這回去不怕別人看到了 都一定要成為莉太太了 還怕別人看到嗎 那我讓茵茵 為什麼都看到了 那就讓她看呗 爸爸我回來了 爸爸我回來了 為什麼 我都要成為莉太太 有沒有用 能吃苦了才知道 太太你回來了 寶兒老師 最近是有什麼買一送一的活動嗎 買家庭教室客 送男主人 孫子爸 那一早帶著朋友也留住 我一邊都沒錢 你沒辦法看我 如果她喜歡 我不介意 反正我們家有吃虧 你老公背著你出軌 你難道就不生氣嗎 出軌是男人的本性 我們在一起這麼多年了 早晚的是 不是阿貓 就是阿狗 你不會以為 你這樣 就能成為莉太太吧 剛剛完的好嗎 以後有這樣的需求 不用藏著掖著 直接去找寶兒老師就好 我們寶兒老師這麼好 最主要的是 他不收錢 你 既然莉太太不介意 那反而好事就不用擔心 立萬良 趕緊把你媽的手裡的股份 給我要過來 不然你弟弟立雲帆 帶個老婆回來 他鬼迷心跳給了別人 你在烈士集團的位置 可就保不住了 立萬良的弟弟 立雲帆 玩的可盡興了 盡興了就我滾回房間去 我早就跟你說了 你我讓我生氣 原來莉太太說不生氣 都是假的 我說我不生我老公的氣 我可沒說我不生你的氣 有什麼意思 你覺得你還有臉凱在莉太裡 趕緊收拾東西給我滾蛋 我都想要去 李悄 你也不能說我老公的氣 introducing you 我不生我的氣 宝儿老师 滚吧 妈妈 我不想让宝儿老师找你 你让宝儿老师留下吧 我们匆匆还挺重情重义 也不知道被宝儿老师 灌了多少没滚汤 你看清楚了 我才是你妈 你要是再哭哭啼啼 记不记得我把你一块疯出去 匆匆不哭 你妈妈一定会给你找个更好的老师的 可我就想要宝儿老师 不要在我面前见苦情戏了 宝儿老师不是吗 这不是宝儿老师吗 这么晚 这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就是想宝儿老师 所以我们一起来喝呢 滚 你该不会是被我表妹给赶出来了吧 谢谢 现在都流行管情人叫表妹 谁告诉你我们事情 你车库都不打出招了 当老师的果然不一样 名牙捏手 如果我看你的行李咕咕咚咚的 该不会是走的时候还加了一些私活吧 放心吧 我对丽家的所有东西 我 让我检查检查 放手 箱子里没有 说不定藏衣服里了 不如让哥哥帮你好好检查检查 换你的清白衣服 不如让哥哥帮你好好检查检查 换你的清白衣服 你要失败 你要说没有 我就把我有时审定我的猕陳的更当我是自己 我用你们偷情的证据 普通譜更为了 那正好 我更再要好好检查检查 同学们 尤其还有尤其 珑菇 你一口百兆 老板谁是 说出来 卖蛤蟆打发现 那你当时说说 我好久没被人嫁住了 我是丽云 丽云 丽云 你说你是丽氏集团丽总的弟弟 丽家的二少爷丽云 丽云 我说你小子 想学别人英雄救美 也不挑个我不认识的冒充 你敢冒充丽总的弟弟 这不是当时的 你以为丽氏集团 跟我大哥是什么关系 我并不关系 我告诉你 丽氏集团的丽总 那可是我大哥的妹夫 丽点 丽氏集团什么 连我都不认识 还敢冒充丽总的弟弟 小子 今天算你整理 大爷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就不怪你冒充的事情 那你又不认识他们 放手 你还乃劲的是吧 再说放手要的 呃 有枪子 你等着我给你们没完 走 你没事吧 这么好不见 我怎么会惊悦你 听说丽雯良的弟弟丽云番 反正就要回国了 这万一他要是回来 跟丽雯良争夺 丽氏集团长圈的 那你岂不是危险的 怕什么 等婚礼结束了 我就把丽雯良他妈 舍离着骨灯药 到时候丽雲番 他就算有天大的门案 也休想起在我的头上 需不需要我帮你解决啊 这个丽雲三在国外那么多年 整个江城除了他家自己的人都没见过 怎么解决啊 那后面的作战可叫幸福的宝贝 不必不是宝贝 是表面 的 iomi 你没事吧 你在哪里是 還有沒有的你有沒有什麼朋友 這樣吧 我在酒店幫你看見房間 我沒有錢錢不需要你付 我也不需要你付 有什麼 沒門 哎哎哎哎哎休息一下哎 表哥 誰把你上成這樣 就是你給衝衝走的那個老師 林寶兒 那個狐狸君 被趕出家門了還不安心 但是表哥 你一個淡男人 被打成這樣不應該呀 當然不是被他打 我要是能被他打成這樣我就 那你好好的惹那個賤女兒幹嘛 怎樣的事情 好像沒太知道 還要告訴李婉良怎麼辦 他怎麼知道的 表妹啊 你這次有點失誤 萬一被李婉良知道了該怎麼辦 不用擔心 我現在跟李婉良 是一根石上的馬 你一根石上的馬 他弟弟李婉芬現在要回國了 就憑他那樣還想跟他弟弟道 不還得靠我 再說了 他現在還有把柄在我手上 李氏集團總裁 不是李婉良嗎 為什麼要對付他弟弟 李婉良 當時只是從林明手裡 拿回了林氏集團 但是李氏集團現在沒有經典 全告他那個國外精英的弟弟 他弟弟要是回來了 想把李氏集團奪回去 也不是不可能 那你可要小心一點 李氏芬現在是單身呢 李萬良要是靠不住 我就換一顆大樹 李妙良 我相信你 不管你在哪個樹上 別忘了表哥我就行了 瞧你那德性 昨天晚上 聽林保兒抽頭那些 说自己说 意思就是20 谁就是你 他丽云帆现在还没回来 就算是回来了 就他那样能认识丽云帆 别过 这个丽云帆跟他哥是不太一样 看来只有窝出去了 丽云帆 丽云帆你快出来 放开 你没事吧 我不用你假装好些 我昨天晚上你救了我 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吗 没想到啊趁人之威 昨天看衣服是吧 我让你个人家管理 我也很羨慕 你什麼意思 什麼事情讓你這麼高興啊 買了這麼多新衣服 這不是你弟弟要回來了嗎 我這個都騷騷的 當然要留一個好運氣 我們現在要回來了 還是在同一程中間 傳承啊 我們可就都不好過了 那是當然 我是立太太立總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不管你們兄弟倆 誰是立總 我都可以是立太太 那我 會要好好地感謝一下立太太 你回答小提琴 小時候喜歡 學了很多年嗎 學了十歲就學了 既然喜歡 為什麼不堅持下去 不好意思 是不是讓想起不好的老師 是不是讓我想起不好的老師 要不要喝杯咖啡 可以在裡面加點吃飾嗎 不好意思 是不是讓我想起不好的老師 你也喜欢咖啡里面加湿水 还有谁会喜欢 曾经的一个 朋友 但我有机会 一定要跟你这位朋友见一下 你也会不会有什么 李玉芬进来练过 这样你的人生 李范对不住了 请出示您的证件 我是陪李家的二少爷 李云芬一起来的 就你 还能认识我们李氏集团的二少爷 别逗了 信不信有你 一会二少爷来了 你怠慢了他的贵宾 小心吃不了兜着 拱管谁来了 没有邀请函 一律不许进 让开 李太太 今天重不重要的日子 怎么还有人闹事 不知道从哪来的 非要说自己是二少爷的贵宾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死皮赖脸也要跟场合的 就是他 他说自己是二少爷的贵宾 上次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啊 你动手之前 我劝你还是先考虑清楚 你得罪了我 就是得罪了李氏集团 到时候李家怪罪你表妹的话 越说还越当真了 你是想做李太太小疯了吧 勾引李万良不成 还想勾引李家的少爷 李万良那种货色 也就你吧 对了 我呢 不解释李云帆的贵宾 还是他的 外公欣 说不准咱俩之后 还是轴力的 我劝你最好 放兴奏 你越是越离谱了 我可没听说 李家二少爷有没有分析 上次就老公 做了 再逆他的年纪 还用这种 你真是大包天 谁不知道我们李家二少爷 在国外地区 就算是回来 也是商务洽谈 我一个做嫂嫂的 都没曾见过自己 更何况你一个老师 表妹别跟他废话 今天把他交给我 我保证把他训练的无福贴贴 公平化日之下 你别动手 问 光立花日怎么了 这是我们立市集团的集团 我是立太太 我想做什么 最好 你还是等二少爷来了之后 再出去 别听他这话 老哥 我把他交给你 我看这次还有谁的来救你 二少爷到 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是你 你没认识 他就是上次英雄救命 冒充你怎么那个小子 林宝儿 厉害 做戏做玄套 还请去演呢 放肆 敢对二少爷出言不信 我看你是活腻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吗 她是立市集团立万娘的老 是立市集团立太太 冒充别人做做功课 不然容易做个清楚 打这个皮 你这点好 我还不得立市集团没打稿 我倒是觉得这位立太太跟你大哥 倒是绝配 看来我不使用一点雷霆手段 你们不知道我的厉害 来人 这两个碍眼的人跟我亲走 我看谁敢 你要不要给你们的立足 确认一下 被那么巧成拙了 那我就让你们死定了 喂老公 我在酒会现场呢 什么 怎么样 我的身份确认了 确认了 来人把他们给我插出去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第一家二少也回家了 回来救急 我水里没电啊 没看到我发个消息 我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儿废话 随你电呢 就谁要帮过他们 与其跟他们浪费时间 不如给那家二少爷 有个好运行 妈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的家 我来还需要跟你报备吗 不是的妈 我的意思是 你先跟我讲 好准备迎接你啊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倒下是我们立家的画室人 妈 始络 这不是想多孝敬你一下 好让你省心吗 让我省心 什么时候给我家生个大孙子 那才是真的让我省心 妈 你放心 我跟万良一定早日跟你生了大胖孙子 这是我们立家长权人的玉琢 是要传给立太太 谁要是拥有这个玉琢 就连立氏集团的元老们 看到我都得抵让三分 妈 你现在就给我 这么好的 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孙子 到时候再给你 你这没事 给我呀 你就给你个孙子 你说什么 哦 妈 我说我会努力的 你真是不急啊 怎么办 不是你都喝了吗 你爹不是把孙子回来了吗 我说操心呢 要是你妈偏心 给你弟咋证 还不是黄桂吗 有他机会 咱们的孩子都一茬接一茬 就算要毕业 还不是干不上 万良啊 哎 你弟什么时候回来 他都好久没回来了 哎呀会不会变呢 林凡刚才给我发消息 林凡在路上 我听林凡说 这次啊 他要带女朋友回来见你 这件事你们知道吗 是啊 你这就得好好管管林凡了 人都没回来怎么管啊 万良说的对啊 咱们立下什么身份 林凡就算找女朋友 也得您先长眼 然后才能进店家的门 这要是带一个心怀不轨 和咱们家的财产地位 这不是你们做事吗 你们这是关心你弟弟 还是担心云帆回来 跟你们争加场啊 妈 你这不是说笑了吗 咱是一家人 我的自然是云帆的 他的还是他自己的 我这个当大哥的 从不能申手药啊 是啊 我来说的对啊 我们也是为了您的晚年生活 这要是没有好心的 您不也闹心呢 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现在的小姑娘 不减脸得狠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看到有钱的公子哥 就往身上扑 这几年云帆在外面 没有我在身边 远不了受到诱惑 要是带回来一个 门当部队了 那还好 要是差得太远的 就甭想进我们立家的门槛 我说你不得了 我回来了 我的宝贝儿子 没可笑回来吗 怎么就是你 怎么还有你 真巧啊又见你了 这是我二弟 丽人翻 大嫂这回你开心了吧 刚才是误会 是真误会啊 还是大嫂 想借着这个机会给你的二弟 丽人翻一个像绑碑 來表示自己才是麗家的女主 你們 剛剛在演武之後 大嫂把我當外人 要讓人把我往外趕 安保隊都叫過來了 有這種事 你是怎麼給你二弟接封的 我一定好好給二弟陪罪 這位是 給大家正式介紹一下 這位是我的女朋友 林寶二 小兔宰子 人家玩這兒開心呢 不去做這個語 媽媽 媽媽 老師 媽媽 媽媽 你找的都很重要 你快到哪兒找 你現在嫁給我兒子了 這東西就是我兒子 也就是我的 準確的來說 我現在是雲三的 衛生機 什麼 媽媽 你可堅決不能同意啊 您不知道 這個林寶兒 之前是匆匆的家庭教室 他勾引外良 挑剖我們夫婿之間的關係 現在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不勾搭上了二弟 這種人進我們家的門 不知道要出多少的亂子 為了魚噴 你得好好勸勸啊 什麼 竟然有這種事 你可不能被這種女人給騙呢 你剛回來 要什麼樣的媽給你介紹 你要是喜歡他 晚晚我不反對 畢竟能被我立家看上的 也算是他的人性 要是想把他取進家門 我堅決不同意 媽 你不能聽他的一面之詞啊 他一口一口為我好 剛剛可是要置我於死地了呀 你說啥 何處東西 做事情 再也沒有分寸 你別想進去這一個人家裡搬下去 幹嘛了嗎 大嫂 我人還在這呢 你把這雲犯的面 就當中疑魂了 再說 我還沒有答應嫁給雲芬 你怕什麼 你是心虛呢 還是怕雲芬是腐帶 是來跟你爭家長 你還沒有建立家的門 就想要家長 這婆婆還在這 你不是承認詛咒嗎 你也知道你婆婆還在這 那我跟雲芬的事情 有你說話的份兒嗎 好吧 媽 雲芬 神諾之前要是有做不對的地方 我替他向你們道歉 但是我相信神諾也不是故意的 大嫂 這幾年真的辛苦你了 現在我回來了 這他的事情 我也可以給你 你給我了 我 林凡 我看這個家 好像不太混 竟然都知道我和寶寶的關係了 和他過不去 就是和我過不去 你這孩子 萬多不問我一神 就把兒徐婦領回來了 我同意了嗎 你是不是也得顧我這一關啊 是啊 林凡 婚姻這種大事嗎 肯定是要問過父母同學 你啊 更何況 像是我那麼一家這樣的家神 更許願 那大哥的婚姻 也是父母之命沒說句啊 那是自然 我問你是大哥的第二位 你什麼意思 小三少尉 難道也是父母之命 上司 我現在還不是李嘉兒媳 你醒了嗎 看看有沒有這個資格 這就是你帶回來的兒媳婦 媽 這是你的不對啊 我和他還沒結婚呢 你就聯上鴨吧 這就是利益家的待會兒知道的 雲凡 你在這裡好好送你家裡 我先走 哎 千萬這裡不歡迎我 我一起走 哎雲凡 雲凡 雲凡 媽 你幹嘛又打我 都是你的闖宋 我讓我兒子難走嗎 你說的不是林寶兒嗎 你不敢打他 別人打我殺氣 我也不伺候你 犯人不犯人 都犯人 媽 你啊別激動 你不是還有我在心裡嗎 不管以後一番怎麼對你啊 我呀一如既往 全心全意的對你好 你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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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要走 你也行不áng 你不敢走 你呢 包 Dafür 你把我兒子拿了 捏 你不敢走 啊這位歷史集團的共鑑 你比女哥和你嫂子加起來 你們兩個 卻以你出國進去為藉口 我怎麼歷史集 讓你在歷史集 像我想透明你 對不起 剛說我是太太 我不想失去你 所以 我特別希望你能讓我家裡 你趕回去吧 你一直剛回國就陪我出來 你媽本來就不喜歡人 你要是再不回去的話 對我的意大都更差 那我不是很難聽 那我還是你在這 你怎麼覺得 你怎麼站在這 我是說你 我還能不順 你們啊 你的 你是拆愛 你這 那你怎麼不在意 我還能不順 不要 我可以 你怎麼樣 孫女就是沒用 端杯水都端不好 還能成什麼大事 過來 奶奶好好教教你 其實你媽媽沒怎麼教你 奶奶今天剛剛好教你 啊 誰讓你進來 剛剛不信要被打的時候 你躲起來不出聲 我這剛一進來你就跑過來 看來 在你婆婆面前表達立場 比自己的心女還重要 蘇芳 來媽媽 別聽她胡說八道 林寶兒 你還真不要臉 昨天沒趕出去 今天又甜不知恥的回來了 是我讓她回來的 媽 你不是極力反對嗎 怎麼又讓她回來了 你沒看到雲昆的心在她那兒呢 要是把她趕出去 雲昆也不回家 怎麼 難道你想讓我們母子 剛見面又分開嗎 拿她大嫂把我的心理線拿回去 你以為你誰啊 你不要蹬鼻子上去 你看我這才走了幾天啊 一把風松教得 媽媽不抱歉我 我現在呢 要帶風松去補課 所以行李線 你們要給你抱一下 走吧 媽 應該她那個德行 才讓我給她拿行李 你就給她拿上去唄 難不成讓我跟她來啊 你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跟林芬在一起 跟你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什麼 你想要林芬來氣我對不對 對 你說的對 我就是利用林芬 故意來氣你 你明明答應我讓我做利太太 但出爾孩兒還把我趕出了一家 我只能撥撥云帆來報復你 反正我要做的是利太 無論是嫁給你們兄弟中的 你當真以為云帆會好好待你嗎 那你 什麼意思 比云帆表面看上去沒有實質 我可是來大陸 我可以更了解你從小到大 他可比我心裡手把多了 他不過就是利用 想讓你給他生骨子 好從我媽手拿到骨子 他就能成為歷史集團的長度了 主人 我是心甘情願給他利用 至少能抓到一些好處 你 放開 我一讓我的胃胃腹看到了 再跟你說一句 那雲帆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單純 你也倒數了 其你的像素別不要提醒我 大哥 你要聽影子吧 你吧 你終於來了 剛剛大哥他拉著我說 他說這個房子裡啊 有很多見解 這麼晚上出門啊 一定要小心一點 見解 我住了這麼多年 我怎麼不知道 元帆 你在外面這麼長的時間 家裡有很多事情 你都知道 為了安全 逃避 一可信之一 不可思議的話 沒關係 有我在 反而不會有事 走來 你 哦 我 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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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让我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好 什么什么说的 我可不知道 不信的话 我可以去问他 公司在海城有个项目 我让老大和老二去考察了 十天半月是回不来的 什么 趁着这十天半月的时间 我就好好地教教你 另一家的规矩 不用找了 你的手机 我已经让佣文收起来了 拉交回去都是公义士学生 我算是看什么来的 你们是打算趁云芳不在 不一直默奢 随着你 如果你想走也可以 但是踏出这个门 就别想再回来 不要以为云芳撑着你 我就怕你 要是云芳再帮你说话 我就让云芳滚出我们立家 王二老师 我觉得你应该坚持不下来 要不还是投降算了 天下那么多男人 何必听着云芳不高 沈诺这是故意联合情 我把另一方追走 只够了一家 我要是耍枪子走了 这立家都落在她手里 好啊 不就是演苦情戏吗 我敢你呢 你敢欣 大嫂放心吧 我不会让妈失望的 这话不要说得太早 我们立家 尤其是一日三餐 妈的饭还格外的讲究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嫂应该 你刚过门不久了 我虽然刚过门不久 但是比起你八字眉一撇 我明正言算多了 但是要学回去的话 你应该是大嫂先学 我们家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有一个确实够了 但是那个不是 为什么 因为 小月吗 还是个男孩 男孩 这是真的吗 医生说的话 大概就是真的吧 妈妈 你别听她胡说 她不过是想逃脱学家法 等着一班回来 帮她说话而已 这个是 江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化验单 应该是真的吧 要是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去调查 我相信这个江城第一人民医院 应该没有胆量 来骗立家吧 第一人民医院 可能是真的 大嫂 你说我学规矩的话 倒是没事 就是怕这学规矩的过程中 不是遇到什么磕磕 放放过 倒是没事 要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什么闪失 就不好 你就是照顾宝儿的饮食起居 是什么我呀 家里不是有用呢 怎么 我的话不好使吗 有本事你就白个死啊 我亲自照顾你都行 没本事就给我闭嘴 老老师是个大伙 大嫂在找什么呢 我看你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我看都挺齐全的 有谁叫我 我看你 什么 那个报告单是真的 没错 我找人确认过了 他没有做任何手 这个灵魂 还真不紧 刚被我赶出去没多久 就认识了令云芬 这个令云芬才认识几天 就把他迷得五迷三到 现在还活了孩子 我总感觉 他是冲着力下 难不成 他是林平的孩子 林平的 不是个儿子吗 再说 早就掉下悬崖 摔死了 是 但我总感觉这个林宝儿 好像在那见过 你就帮我查一下 我敢肯定 他要接近力竟 一定有目的 好的 我让你弄的东西弄到了吗 确定吗 我们这么直接的下药 会不会对我们危险 危险 一等那个林宝儿 把孩子生下了 那才叫真的危险 再这样下去 他手里的骨骼 早晚会落到那个狐狸精手里 能多看一看 这什么 让我给你盛着大奶肠 大嫂给我的 该不会是剁拍药吧 当然不是 家里这么多串眼睛睛着呢 我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机会啊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先不打擾你休息 就算是多太陽又何妨 什么你要是不害我 我还找不到机会除掉你呢 没想到 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华尔老师 最近感觉身体怎么样 身体感觉好多了 多亏了大嫂的糖药 你给我那个药 到底有没有作用 当然有了 那可是我托人农男的猛药 那狐狸精喝了那么多天了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该不会是他做了什么手脚吧 不可能药都是我亲自盯着他喝的 这不怕你 赵医生 那些药 我喝了一口有什么问题 那些药对孕妇没有任何的影响 就是正常的补药 什么 他既然没有在汤药上做手脚 那就是在别的地方捣鬼 这个男的女的女的 Colling 宝儿 这就是你最传的孕妇 来 把婚礼 妈 您这是干嘛呀 我已经同意宝儿和云芳的婚事了 等云芳回来 马上就办婚礼 等云芳回来 马上就办婚礼 妈 您是个玉琢 妈说这个玉琢有祥瑞 能够保佑丽家的孙子 顺利生产就送给我了 妈 您这不是偏心吗 我怀孕的时候 你也没说送给我 还不是怪你自己肚子不争气 还了个孙女 女孩命剑啊 用不着祖传的玉琢庇佑 看你 哎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不得我身边好不好 福利总 你不是跟云芳离开家什么吗 我提前回来 就是为了告诉你 你什么时候 所以 你没有办法认说 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其实 是 我要把你抢了 你放开我 很运了 你不能逗我的 怎样 你这可是丽家的孙子 你这么乱来的话 孩子会 放不住的 你你家的孩子 又不是我的孩子 你怎么知道 不信你的呢 不是 不是 我意思 这孩子是你啊 是信我的对不对 不可能 你再认识父亲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换上他的孩子 你时间对不上 不是 不是 是真的 你为什么怎么信 我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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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赶紧把这个消息 告诉我妈去 不行 为什么 你都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难道你还要跟于帆在一起吗 你现在 能让我做立太太吗 沈愣有了你那么多的把柄 敬佩真心 沈愣一定会刺激报复你的 到时候 不光我做我成立太太 你立足的位置 也会拱手让给一对云帆的 云帆什么都没做 就做受云翁之力了 不成 不成 要让我天天看着你跟云帆 在我面前 顺爱吗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 给你解决得掉水怒 你要干什么 不要 我就知道 这是个靠不住的东西 还好我在车上做了监控 不然我还没有这么意外的生活 这段时间真是感谢大嫂一直照顾我了 弟妹何必这么见外呢 我照顾你就是照顾丽家的孙子 也是照顾我老公丽万良的儿子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肯定知道 但是不知道别人知道了 会怎么写 我不知道大嫂在说什么 我在丽万良的车里装了监控 本来是想防她沾话惹草 没想到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贵 你说秦苏们要是知道自己转媳妇 是这样的人 她会怎么想 丽云范要是知道自己老婆 她又会怎么死 我之所以那么说 是因为不想让丽万良心脏 丽万良心脏 是 她为了你都可以跟秦苏梅翻脸 你说什么 她当人信什么 当然 你也可以去医院做亲子建议 我们能发现的理性 孩子到底是谁 是 是不需要 还是 还是快去了医院 发现讲话 我们会学习 喝了那么多天的萌药 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怀疑 你是不是让你的老情人刘达给骗了呀 他给你的 可是正儿八点的 安排药 你不会蠢到以为 不会在汤里下药吧 那都是老太婆亲自安排的 我可不敢乱来 但是 这些菜就不一定 这些菜和你的汤药 都是相克的 单看没什么 但是 放在一起 就不一定 没想到吧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对 我确实没有怀孕 那张化验单 也是我找人开的 既然这样 那就不用我动手了吧 生事东西 滚吧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明的手段 你不会以为 就用这些事情 就能把我赶出历家吧 这些事情 足够让你死无全尸 是吗 我假怀孕的事 都能让我死无全尸 那万一 丽聪不是丽万良的亲生呢 你说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你 你 你现在开始乱咬人了是吧 那大嫂 又不要让我给你看下这么多 本来我不想说的 是因为心疼聪副 好万一这件事情传出去的话 会对他又小的心灵产生不好的经验 但是你如果执意 但是你如果执意 要阻拦我家的必须干的话 就别购我客气了 你血口喷人 丽聪是红绿色盲吧 据我所知红绿色盲可是遗传的 你和丽万良 势力都正常的话 丽聪怎么可能会是红绿色盲 因为他的生父刘达 就是不意思 你 怎么 还让我继续说下去 刚刚你叫我过来 说有话要说 说什么呀 您不是过两天生日吗 我是想问问您的想法 我的想法 就是希望我的大孙子 能够顺顺顺利利的降生 听到了吗 大嫂 妈想让我的孩子 顺顺利利的 知道了 我会好好地继续照顾弟妹的 你怎么进来了 不是答应了我 不能报告我们的关系 只答应不报告我们的关系 可没有说 就死下来见 一会云灯火就来了 我就发现了就不太好 那又怎样 他明天的航班 今天晚上 都可能回来的 火儿 我回来了 你怎么进来了 你怎么进来了 是特地来迎接我的吗 当然不是 那就是屋里常人吗 猜对了 那你猜猜看他曾在哪儿 这个房间里玉玺最适合常人吗 不愧是历史集团未来的接班人 那既然你猜出来了 你去把他揪出来了 那多没意思啊 那在里面待着呢 你要在里面看着我 要憋不住了 你还再一会出来 你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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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刺激不够啊 我可不加把劲 你 早点晚上是不是故意的 早点晚上我若是不那么做的话 你现在还能安生的站在这里 好 只要你点头 我就能让玉玉翻彻底的消失 你能让玉玉的攻击 你能让玉玉解开 最后应该要让人感到我 你还要向玉玉的权 你怎么可以 不得来 不得来 你从玉玉的权 你 那沈諾 被云帆都不散了 沈諾一個 我有什麼好爬的 怪不得我是要看集團賬目 那個負責人百般總能不讓我看 原來我哥沒有想要做那麼廢物 他能把臨時集團洗牌成歷史集團 就說明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為什麼你對立萬良和林家的事情 這麼清楚 新聞報紙上不都這麼說嗎 你很少回國可能不太清楚 還是謝謝你 及時告訴我這個消息 那你打算怎麼應對呢 我這不是剛回來嗎 還沒有給我哥一樣鮮鮮的皮膚 不如趁此機會 給他一個大力 你不是去陪李宗上課了嗎 大嫂 你是不是走到房間了 小叔 我是專門來找你 有什麼事情去大廳講 這裡大哥看到會誤會 我跟他談的事情 在客廳談不了 可能在這兒 大嫂 我不是去陪李宗上課了嗎 是你說那種人 我是不會做關於 對不起李宗上課 你對他倒是挺知情的 但他對你 可不一定這麼專業哦 這種話你說的不止一次了 如果你再敢在我面前說 關於迪毀李宗上課 放心我給你翻臉 看看這個 李宗上課 這個背叛我 貴交地皮的賣賣會 能道這就是他回來的五天 說 這都是我利用良威傑我的 他說如果我不答應他的話 他就把我們兩個事情都告訴 我怕你生氣 我沒有辦法再答應他的 這麼說 你很早之前就認識你 他就不知道你 我怕你生氣 也是李萬良強迫我的 我從來沒有對他動過心 你知道我最討厭的是誰 就是背叛我的人 我也不忍心這麼對你 但是 我不能接受你跟我哥之前的事情 沒辦法我們是親兄弟 我不能對他下手 真的對不起你 你不亂讓開我 明寶寶在哪我要去救他 你腦子清醒一點 我清醒莫美豪 你去看看 他已經死了死透了 那你為什麼不救他 我為什麼要救他 我自己不要命了 而且我家哥就沒想救我 你這心可真狠吶 我贏你狠 為了錢 不惜殺害自己前妻一家 我跟你家才活著 就勾搭上別人的女人 還當著我的面 你要是想救他 我倒是有個方法 什麼方法 拿下塑膠地皮這塊地 把地名方法 彻底進去 西教 還不是一塊廢地嗎 那你明白要這塊地幹嘛 皇上 江城新區開發的消息 你難道沒有聽說 所以這塊地就是 麗玉芳在國外那麼多年 怎麼突然回來 而且一向對公司不穩服 突然要查公司的資金 如果他要是拿下了這塊地 剛好要是江城新區新開發的位置 你就別想在他面前 抬起他 小鼠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 你能来 我们主管的来吗 小鼠 这么久没回国 一回来 各主管这块分析的方便 难不成 所有内部消息难得我们 趟我当外 Emily 我能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如果没有内部消息 那为什么把公司的股权给互献 历史集团一直是哥哥和嫂子们的心血 我不能抢也不应该抢 所以说我想推出集团 自己和点事情 看来我的好弟弟 能看中心的弟弟 那就希望一会儿 哥哥和嫂子能使他就行了 既然小叔这么想要 那我们就得好好地帮助一下他咯 下面开始拍卖西郊地皮 起拍价两亿 二十亿 二十亿 哪有这样子卖的呀 一上来就抬高了十倍 那可是历史集团历总和历太太 跟我这些小虾里可无一样 历史集团 这么大个集团 还在我西郊这块地 说不定呀有什么内容 我也争取一下 二十五亿 二十五亿一次 三十亿 五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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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不是要帮我吗 我这不正是在帮你吗 你我兄弟二人这么长时间没有见我这个当大哥的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 等我拍下这块地 然后再送给你怎么样 一百亿 小叔 这块地怎么都是我们历史集团的 至于是你的还是我们的有区别呢 你这样故意往上抬价 不是白白给别人送钱吗 你既然不要送 那你不要喝我的 一百五十亿 你哪拿那么多钱 要是拍下也拿不出資金 是會進行業黑名單的 這就不勞大嫂費心 三百億 鬆了嗎 三百億一次 我不想跟他貪費時間吧 趕緊接受這場道具 三百億三次 成交 恭喜畢總獲得虛焦計品 本次拍賣會到此結束 那就恭喜大哥了 還得感謝你啊 要不是因為你 我也不會這麼潛意得到這塊地 這樣吧 一會兒啊 我設宴 還帶一下我這個好地點 不必了大哥 我一會兒有約了 不好意思 我來晚了 真太可惜了 你剛剛錯過一場大戲 可惜你沒看到 哦 那我現在在哪呢 你不是已經已經什麼 什麼 你讓我去散佑沈諾 不行不行 這也不可以 要不然你怎麼把假消息 放給立萬良呢 他們兩口子這麼煎煌 你直接告訴他們 他們是不會相信的 這種事情我做不出來 成大使者不拒小節 就算 不願意起生 那沈諾得上鉤才行啊 我和立萬良不是一個類型的 他不會對我感興趣 沈諾喜歡的不是立萬良 而是能讓他成為立太太的人 你現在呢 有這個能力 他肯定會有所行動 林芳 我要跟你談談一件事情 我和你哥 你不用說了 這些我都知道 知道什麼 之前我只是人不在江城 但不代表著 不知道這類的事情 他 我不是故意要瞞著你的 之前沈諾和立萬良這樣對你 我是不會輕易放過他們的 我把那衣服弄上小水 好的 我的衣服 就麻煩你幫我洗一下 你不是去陪李松上課了吧 還沒走啊 大嫂 嫂娃 這敢背叛我 做什麼 你是不是在家 我還隨時 這邊 ıll pride 我們是你 你嗎 我覺得 你還要有什麼 什麼 你呢 你呢 他 誰讓你進來的 誰讓你進來的 我是歷史集團的董事長 我進來還需要問誰嗎 歷史集團董事長 那是曾經現在的董事長 歷史集團董事長李萬良利用職務支店 你的董事長轉到嗎 我г使你西村沒有公司共同 這麼大的董事長 我穿不上這個洞 你就能填上 他沒有 但是我有 好大的口气啊 你当历史集团是什么小桌方吗 你什么身家 就能填这个窟窿 我本来没有他 不过刚刚他给我了 所以现在就有 你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西江那一块地 本来就是我家的主 大哥不惜花重金把他拍下 如今我手中的这三百亿 够不够填下历史集团 这个窟窿呢 好啊历万良 你胳膊走往外拐 你对这个小狐狸精 还是让我做私连 你接着我偷情就算了 现在还把全部身家都给他 他还没感情 他说我什么 要不是你对云帆有色心 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更不会把这件事情 告诉历万良 不然我们也得不到这一切 好啊 只为你这个贱人 这个人 李宝儿还了你的儿子 你胖面不是人是吧 少在正义胡说 瘋啊你少在正义胡说八道 怎么 太怕了 怕什么 他另一番知道 他老婆怀的是你的孩子 就保不住了 还是怕自己的心上人 有危险 历万良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是个痴心肿啊 但是可惜了 一把别人捧在手上 别人却没把你放在心上 不行 我跟历万良的事情 于凡早就知道了 本来我就不是心甘情愿的 是他历万良威胁我的 我跟他说孩子是他的 也是在骗他 为了让他把他欠了都毁了 所以这一切你都是骗我的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要骗我 李万良我告诉你 我念在你是我大哥的份上 只要你滚出力士集团 我对你既往不弄 如果你还在这里撒野 对林宝儿动手 之前的事情 加倍奉还 人 李万良带上去 被云帆 你给我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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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你惊你都知道 你没事吧 所以 孩子真的是这玩意了 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只是没见过 我哥竟然对哪个女人这么用心的 这么晚了 你是不是该回去了呀 万一另外留着来了 又该找你找 异万良现在一无所有 我也没什么怕 再说了 我现在回去也是一团糟 或者走出来起来 丛丛自己在家呢 万一他们愿意冲通什么 他又不知道 丛丛不是他的孩子 他再怎么着 也不可能拿丛丛出气 我不是担心丛丛 我是担心那个领导人 这个你放心 领导儿对丛丛还是很好的 而且 他早就知道 丛丛不是丛丛的孩子 不也没能做这件事情为行吗 对 丛丛丛现在生无封闻 你会说的行李 丛丛 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了 你以为 他真的有丛丛 西教的那块地坪 不是已经成交了吗 那么大笔资金 哪有那么宽 等银行查到的时候 被发现是一张空投支票 林宝儿和丛丛丛 想拿这件事情对付丛丛 但是想牵连到我 他们想的吗 还是我宝贝想的这群 谁呀 你们干嘛 怎么回事 刘大欠我们的赌债今天到日子 就拿钱还 还是拿用还 刘仔 去年钱 千这个这块都将算 去年钱 再多修成 有点 二最後都是 我不能被我 我看你也是想跑啊 他還在這呢 我怎麼可能跑啊 去吧 好的 你可一定要回來救我呀 什麼 走吧 發生什麼事了 什麼事 那翻百億是空投資票 根本沒辦法這些 難道是立萬零 你先就算了 也有可能 是神諾在裡面導購 徐凡 你給我滾線 啊都是騙子 你在這裡發什麼酒瘋啊 都是騙子 都是騙子 媽 我被人騙了 三百億 全沒了 什麼 誰敢騙我兒子 上學習貌子膽嗎 給我說 是誰 還能有誰 你的好兒子李靈芬 打算林寶兒 他們合夥 把我所有的錢都騙走了 還把我從衛生集團趕出去了 你媳婦說對了 我跟林寶兒 就不是什麼擅長 雲芬回來以後 被她說死 看了自己人 這以後啊 還不能把我們趕出那家 還好 我留了一手 媽 你幹什麼 隻子冒入我 我就知道晚了 遲早就會被女人給騙的 當年 我就來了我們歷史集團 最高的股份 現在歷史集團還是我們的 媽 媽媽 你趕緊 你趕緊把所有的錢都轉給我 啊 轉給你 又被騙沒了 你讓我們全家露宿街頭和西北風啊 媽 我已經吃過一次虧了 我不會再吃第二次 我看你騙牛了 我兒子都被你騙成這樣 還好意思的回來 我這邊有一個消息 你騙完之後再動手也不遲 什麼消息 立萬良 你覺得 是我騙人 但是實際上騙你的人是沈諾 什麼 不可能 那三百億 擺明了就是一個空投支票 能把這個支票取出來的人 你覺得除了他 還能有誰 我不信 不可能 我是他丈夫 我不相信他會這麼害我 如果立聰不是你的孩子 如果立聰不是你的孩子 你放屁 立雲帆他是怎麼知道的 立聰是無辜的 如果這件事被立家的人知道了 他們不會善為立聰 你們整天都只是想念孫子 有真正的把立聰放在眼裡過 有真正的愛惜過他 疼惜過他 立萬良 你根本就不配做立聰的故事 那麼立聰也只是捨弄自己的孩子 媽 兒媳婦靠得住靠不住的 這個不清楚 但是這孫子 可是你自己的 這可是立家 這是跑得上的 萬能啊 股票在媽手裡 你就不用擔心 被外人把我們的股票強走 有麻煩 媽不會讓你受苦的 媽 你怎麼用三年兩禹 要比他也騙了呢 事情不是已經水落石出了嗎 騙你的人是沈諾 他還沒回家 肯定是捲的錢跑了 你還好意思回來了 瘋了 你等他媽這麼說 我謝你們天亮之前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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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主角不見 那時候贏了 他仲不見 他仲不見 你老婆 不是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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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老婆 你老婆 你也沒有資格把他們趕走 你可能不知道吧 立萬良為了獨屯家臣已經夠離婚了 你這就算計好了對不對 所以才跟我嫁離婚 但那就是今天 沒錯 男人是靠不住的 與其一父男人 不如靠自己 好狠的手段 你不是想做立太太嗎 我把位置讓給你 現在你想嫁給立玉芬 還是立萬良都可以 或者用立太太 你應該很嫌棄吧 你 如果你願意留下來 我可以給你一個 掃之不看的機會 你比你那個廢物哥哥強多了 如果你願意留下來 我可以給你家人一個安身之處 如果你能讓我開心 我還可以給你家人每個月留花錢 怎麼樣 你 你那點錢 我們根本就不稀罕 你自己留著養老 玉芬 你們走 你們走吧 我留下 玉芬 你是在開玩笑嗎 這種事情怎麼能開玩笑 你不是說過 一生一世只愛我一個人的嗎 那是以前 人都是會變的 你這個沒人實在 他都這麼算盡我們了 你還受他捕獲 你現在該看清楚 你如果她是一個手段的人了吧 玉芬 我最後再問你一遍 你當真是要留下來 非常 當 你 這是個什麼鬼地方 哎 這怎麼住人呢 你 行了媽 你就別抱怨了 咱們現在啊 你住的地方就不錯 萬榮啊 要不你去求求你媳婦 跟他說說 讓我們幫回去 這地方啊 我實在是受不了了 還求他 他都幫咱們演出來了 怎麼可能讓我們回去 要不說呀 你還不如 讓美寶兒去求一下媳婦 寶兒 你告訴婆婆 那是不是你和媳婦的勁呢 是為了把我們命家的財產 從沈諾的手裡騙住了 寶兒 要不你去求求媳婦 要不找個像樣的地方 行行行 媽 你想把孩子打 什麼 你要打了 哎呀 你可是斷了我們命家的後悔 這可不行啊 媽 雲帆都已經拋棄我離開了 我把這根孩子再生下來 笑什麼時候對著 哎呀不行 壞了我們命家的骨肉 這就是命家的人了 我說不行啊 就不行 媽 我看你啊 還是早點看清現實了 我捨得有歷史提供的股份 我把他全都給你 就能保住我的大分子 媽媽 咱們就剩這麼點股份啊 你要是在給外人的話 就監獄翻不了心啊 媽 大哥說的對呀 你們還得考慮這些股份 重生歷史提供 這個 哎呀 那點股份啊算不了什麼 再說了 您生了我們麗家的孫子 這些股份啊都是給孫子的 您啊也就是替他保保而已了 爸 這下你就放心啊 你就安安心心的給我們麗家生孫子吧 他已經孫子忙了 我的股份都已經轉給你了 又不 你幫我求求雲帆 讓他想想辦法把我們弄回去吧 這地方啊 你養胎我也不放心啊 坐這兒 請就這麼想要孫子 如果我這一胎懷得不是男孩 你是不是能让我打掉 然后让我不停的怀孕怀孕 直到怀上男孩为重 你是谁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谁 不能是谁 我不是您的儿媳妇吗 你 你该不会骗我吧 我不是想求你儿子吗 那你当面求了 你就在外面 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 不过现在没有住的地方已经很 怎么是你 云芬呢 当然叫她该的的地方 你们把云芬怎么了 还是你懂丽家的人 不费吃亏吃力 就把丽家所有的股份都搞到了手 可怜的丽云芬 对你一片真心 还配合你恶心 但他为了没想到 自己竟然也是一名妻子 我跟丽家的仇不共代替 单单看了他都觉得无欺 怎么比他好 你们两个 你个三百字 要的是李宝儿帮我 我还拿不到了 我算是看清了 比起你们男人 只是你自己靠 我儿子对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天天孙子孙子孙子的 自从我嫁给了例外 你给过我好脸吗 还好意思说带我不保 当时要不是我帮你 你就没有机会避开一群 跟我儿子在一起 丽云那个废物 说是没有你帮我 说也能心心吃掉 还好有丽宝儿帮我 不然我还不知道 要在你家受多少的气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 你为什么要至于我 能不能给家园死你呢 李万良 看来你做的罪啊 实在是太多了 我都已经回来这么久了 你还认不出让我试试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 给你的提示 他刚刚说的话 也没有任何你所谓才是 不可能 文笔已经死了 我看着他死吧 说什么 能弄成神明峰 什么 不可能 连后不是顺顺悬崖悬崖 死了 你能看看这个伤方 变成 啊 救命啊 爸爸 怎么可能 你这个人是 你把我推下去 我复了重生 为了图灭 只得便宜在这里 当初我没有想着对 我只想救你 谁想到你们这些人 居然连一点人性都没有 你为什么告诉我 承诺 你真的觉得我是在帮你吗 不够呢 如果不是你 我也收集不到李万良 这么多的犯罪之后 你不可能接死不救啊 你不要罪口看人 證據都只向你老才害命 我一個人等到他能救你 他自己都自身難保 是諾你不會真以為 你會逃過這一劑 我沒有證據 你怎麼在這里 你 Crec in 這里 行不行告你誹謗我是沒有證據 但是劉達有 你們還不知道吧 立宗不是綠大羊的情形 劉達也不是沈默的歌 而是聽人的一心情形 不 都是你 要不是你 我們怎麼可能變成這個樣子 你不要被他騙了 你這幾天還不找記性嗎 劉達欠了賭債 他一直 沒想到你 我一直看我去家玩了你 我買了你不少你 你們幾個人的地 都換回我媽的 讓你們只是得到法律的制裁 真的是便宜你們 波兒 你沒事吧 剛喝了什麼事了 雲泛 你怎麼猜亡呢 哎 媽 我本來是按照計劃 在家裡等你消息 可沒想到 沈諾現在陷害我 把我迷暈捆在浴室裡面 還好我其實是趕到 沈諾他建材起義 想獨吞所有的錢 所以才計劃了這一切 他還報警了 抓了你的口 立完良做這麼多壞事 是他最有贏德 可惜 讓沈諾跑了 警察一定會抓到他 你和媽沒事就好 雲泛 你先去忙公司的是吧 媽這裡我來照顧就好 好 你怎麼起來 不要 不然我就一刀殺了你想幹什麼 我想要給我失去的一切 不要跑 你要是跑 我就把你的真實身份告訴綠云帆 你說 他要是知道你的真實身份 是他的侄女 他會 你那一切 就算我給你的 外面都不給你 我逃不逃得了 是我的事 你只要按照我說的去做就行了 這個場景 熟悉了 你之前跟莉玉帆 就是在這跟我演戲 這次不一樣 我要老真 一定要選擇這個地方 那不得感謝你 這個地方 事也好 沒有什麼人 就算有什麼動靜 也沒人發現 等會兒莉玉帆來了 你也別想搞什麼小動物 我看著我 你看看著你 你不能在這 想做什麼 你不能在這 我把這個集團 都把人家收到 我不是在這 我還是你沒事 不要拒絕 你不是在這 你不是在這 我不是在這 我要東西帶了嗎 按照你 在國外開的壯戶 三百億元在裡面 還有你要的音訊電話 記住了 算錯了 不錯 你把這個東西給我了 按歷史記錄 就是因為 我不在乎 放你 林寶兒林寶兒又是林寶兒 為什麼你們所有人對他那麼知己 我真的搞不懂 你說 他們要是知道你的真實身份 對你的愛 還會一成一段 你看了 是 我是答應了你 我不是 但是 我是一個沒有信義的 你愛他們 無論他是什麼樣的人 做了什麼樣的事 都會愛你 那你知不知道 他是你的前任嫂子 林寶兒林寶兒 你還愛你 你還愛你 那你知不知道 他接近你 就是為了利用你 因為你的哥哥 害死了他的媽媽 並且 把他折磨死了 你以為 他真的懷了你的孩子 他可是你的職業 怎麼可能懷你的孩子 好 好 我再問他 他說是真的 女范 爱自己的侄子爱了那么久 有没有感觉很恶心啊 况且 她想把你们全家都送进京语 你以为 把你捆在浴室的是我 其实 都是她的注意 把我解决了 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 我们才是同一个战线 我们一起去国外 我们那么多钱 生活就有多好 有多好 甩了 我们的命 就没人 你不放心 别走啦 别跑 别跑 你快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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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哦 老师今天应该到我去眼影了 宝儿老师今天呢 有几场不重要的会议要开 就没有时间陪葱葱了 嗯 这样 葱葱今天呢 先在家里陪奶奶 等我忙完这一阵 就带葱葱去海调 知道吗 嗯 太好了 您找 老太太又觉食了 不吃饭 怎么 又闹脾气了 你不吃饭 身体会垮掉的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早死了 给你看着 看着我们灵魂再一次去 他要是不想吃的话 就先别醒过来 他要是饿了的话 自然会吃的 好端定着 两年了 历史集团营彻底倒台 立板梁和沈诺也都枪决 我也算是大仇得报了 可是为什么 我心里还是觉得 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 是因为 还没有放下它吗 我们哪里 有什么东西 我一直在码 也有什么东西 我把手伸给你 不成功 我把它拿出来 我把手伸给你 这个小时候 你把手伸给你 我把手伸给你 你把手伸给你 你把手伸给你 我的手伸给你 我把手伸给你 你把手伸给你 我的手伸给你 你把手伸给你 如果你死了 為什麼現場一點痕跡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還活著 你去哪裡 會回來找我 見 約好他配的文件都不懂 今天約好的幾個合作方 見面都取消了 為什麼 你已經留在上來不上 不在那關 他們聽到了消息 都搶著和那位劉總見面去了 你是誰 誰讓你進來了 林總你好 我叫劉暢 林總你好 我叫劉暢 我跟您是應該沒有工作什麼 你知道江城有多少企業想跟我談合作嗎 我通通都沒去 林克是第一家 哦 你就是那個海外富商劉總 哦不 劉總是我爸 我是他兒子 你們可以叫我 小劉總 不好意思小劉總 剛才不知道您的身份 帶著 去給劉總沖一杯咖啡 好的 哎 在我的咖啡裡面 加一塊知識 啊 要不要喝杯咖啡 可以在裡面加點知識嗎 你也喜歡咖啡的那家是不是 還有誰會寫 曾經的一個 朋友 那我有機會 一定要跟你這位朋友見一下 小刘总 也喜欢将咖啡脸带吃事啊 还有谁会喜欢吗 曾经有一个朋友 那有机会 我肯定要跟这位朋友 好好认识一起 不可能 这不是丽云帆的脸 可天底下的脸 我肯定要跟江城最大的企业合作 我看不上那些小鱼小虾米 我肯定要跟江城最大的企业合作 我看不上那些小鱼小虾米 我想 你们也应该很想跟我合作吧 那不知道刘总 看上了我们林克的企业 还不着想当饭 没什么 怎样 知道 いい 好 ール 你 我 别忘了 你 你們也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這是我的名片 想好了 隨時打給我 林總 這三百億 剛好能解決咱們零克集團的資金周轉難題 你們為什麼不答應呢 貴欽 你先幫我調查 是時候 老太太今天怎麼樣啊 老太太挺高興的坐在輪椅上吃蘋果邊吃邊笑呢 怎麼突然轉性了 沒有上邊大賴眼的 還知道十點十了 下午女朋友來過之後就這麼高興呢 朋友 什麼朋友 下午的時候 一位西裝梗女的先生 拿著禮品來看望老太太 說是您的朋友 老太太跟他說什麼了 什麼也沒有說 不過老太太見了他 卻非常的開心 像是見了自己親兒子一樣 什麼 難道立魚販 真的沒有死 喂 上次讓你幫我調查那個小劉總 有消息了嗎 是的 這位小劉總 確實是海外府上劉正龍的兒子 但這個兒子 是劉正龍前兩年回國尋親的時候 在鼓勵小子 並不是劉正龍 在鼓勵小養得到 兩年前 沒錯 據說這位富商在鼓勵之前 接過一次 一封後 不日一人前往海外 並不知道當時的妻子已經懷孕 所以說 這個小劉總 就是劉正龍前妻嗎 是的 劉正龍特別喜歡這個兒子 正因如此才選擇在鼓勵頂區 找人幫我繼續盯著這個小劉總 有什麼消息 一定要第一時間封知我 明白 請問是小劉總嗎 是我 你是林寶爾 您之前是說 想要西郊的那塊地 沒錯 那我們一會兒西郊見 一起談一下 關於西郊那塊地的事情 我們在江城 也住了有些日子了 我也休息了這麼久了 你什麼時候 能帶我去你媽媽的分地上看一看 這麼多年 你媽和你過的也不容易 要不是上次從國外出回來 我還不知道有你這麼一個兒子 我對不起她 想早點跟她說聲對不起 不然 我的心裡一直很難過 爸 我之前就跟你說過 等我爸媽報了仇 我就帶你去祭拜她 這也是當年我離開江城的時候 對我媽作出的承諾 你說的那個林克集團 老闆林寶爾 用手段 把林氏集團洗牌成了他的公司 你想要報仇 不就是想搞垮林克集團嗎 我在江城也算是有些人 只要我出手 相信林克集團 也會盯不到多久的 我說了 我會自己動手 好吧 你有什麼需要就跟我說 放心 我一定會盡快的 爸 你最近也太天心了吧 好好的放置國外不單 偏偏來到江城這個小地方 這江城怎麼是小地方了 你爸我就是江城人 我看啊 您現在就是被那個流程給蒙蔽了雙眼 他說什麼 你就答應什麼 這麼些年 我感覺啊虧欠他的態度 我想彌補一下 你們還有意見嗎 爸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彌補也可以啊 我總覺得吧我這個大哥啊 有問題 姐 你也覺得他出來了 這先說長相吧 長得也不像咱們吧 這性格呢 更是跟我們劉家八根子打不著一頭 這再說了 哪有親生爸爸一回來 這兒子啊 就自己上門的 這一切啊 會不會也太巧了 你們兩個 不許在外面前 質疑劉倡的身份 不好意思 既然兩年了 弟弟妹妹對我還有顧慮 那不如 我們就去做一個親子鑑定吧 倡兒 這些你都聽到了 品圓和劉沖不是這個意思 我既然認定你是我的愛主 我就不會有任何懷疑 做親子鑑定 只會傷害我們父子之間的感情 品圓跟劉沖的顧慮沒有錯 如果不做一個親子鑑定 反而傷害了我跟弟弟妹妹之間的兄弟情義 這樣吧 我剛好呢 認識一個醫生 明天啊我就讓他們來這裡 給你們取藥 謝謝你啊小劉姐 考慮的怎麼樣了 要不要把那塊地賣給我 林范 林范 你廢了這麼大的糾章回來 想要的不會只有這一塊地吧 麗雲帆 是哪位啊 你透露了這麼多的信息給我 不就想讓我猜出來你是誰 我現在已經猜出來了 你怎麼不敢承認呢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家我家裡 我家裡可是有監控 你打著我朋友的名義去見了秦蘇 他一個躺在床上整名尋死 密活半攤的人 怎麼見了你之後就突然變了 就連變形都好的 他見到的這個人 像嗎 是個神人 像嗎 就是他的志情 再說了怎麼會有合作方 先去看對方的家人 你怎麼好 你說 你怎麼這麼大 要不是冒充你 我怎么能变成刘志明的 感谢你让我看清了周围人的真实面孔 所以这目的只是一个 不 我是真的想要这块地 我要开发一个目的 把我所有最爱的人 都藏在你 你也是我自己爱过的 要不要想这 那我第一个就住这里的土 别乱来 把我搞得驾破神王 难道就没有想到 我会回来报仇这一天吗 驾破人我不是因为我 是你们全家人就有自己 并是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是你哥哥你爸 还有沈诺一起联合起来 陷害死我们家人的 你想要为他们 好啊 我老 对不起 我不应该利用我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我要你加倍补偿我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林克吉 我想要你 你什么叫我 好 那就要看看你 有没有这个本事 对不起 你我也要 想要你 你跟你说 你的思考 银行 也是你 你爱听 他就没有 好 哎 劉总 你这个挂罪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真的吗 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毕竟我也不是后 很多长得一样的 我也分不齐 不满赵医生 我这个吊子呀 是专门请人设计打造的 当时啊 做了一对 这个呀 在我身上 另外一个 在我前妻呢 方便问一下 你前妻的名字吗 林平 林平 这个名字我好像也在哪里听到过 哎 劉总 你找到你前妻了吗 我前妻已经合适了 不过还好 上前卷牛 让我找到了我的儿子刘长 爸 这是不是儿子 得等明天话语结果出来 才能知道啊 许元 什么说话呢 赵医生还在等 没关系的 劉总 你好不容易跟你儿子相聚 父子零星 应该错不了 赵医生 让你见效吧 喂 江泽中心医院的赵医生 有个需要换印的东西 帮我叫一下包 我需要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误 赵医生 林宝尔 你怎么有空来看我了 听说您调到江城的周星医院来工作了 所以赶紧过来看看你 没打扰到您工作吧 没有没有 当然没有 哎 你怎么有这根项链 还有谁有这根项链吗 赵医生有一个快递要邮寄吗 就是这个辛苦你帮我 这样讲好的送来了 您是要工作了吗 一个亲子经历花脸结果而已 是那个刘总家的 是那个海外富商 刘正盟吗 哎 你怎么认识这个 我认识他的儿子刘畅 这个就是刘畅和刘正盟的亲自经历报告 您刚刚说还有谁有这根项链吗 这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那个刘正盟也有一条 还说什么是跟他前妻定制的一对 世界上只有两个 我看他就是幸福之说 那这个刘正盟 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说他前妻叫什么林平 这个刘畅啊 就是他和前妻的孩子 妈妈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这颗项链啊 这颗项链是爸爸送你的吗 风儿怎么突然醒了 妈妈 我没爸爸妈 风儿不是没有爸爸 只是风儿的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来 说吧 难道刘正龙是我爸 那怎么 machen 高的 我已经早点 evangelic了 没有我 不知道 君子 原來劉正隆真是我的父親 可是劉創怎麼會知道這一切呢 他怎麼會知道劉正隆 這麼不相干的人為父親 我要開發一個墓碑 把我所有最愛的人 都藏在裡面 你也是我曾經愛過的人 要不要享受一下 第一個入住這裡的感覺 糟了 李玉帆為了報復我 要先對我的下人來說 趙醫生 麻煩你告訴我劉正隆住持 非常著急 我來不及給你解釋這麼多了 林總在市裡的親自諦諦報告 結果怎麼樣啊 是啊是啊 劉昌到底是不是我們親大哥 啊 啊 劉昌 我親自的 爸 品源 結果怎麼樣啊 我是我爸的親兒子嗎 大哥 你是爸爸的親生兒子 我就說嘛 大哥看著跟我們就像一家人 姐 你之前還不信 現在信了吧 我真的去摸 我看著你 不如衝 你這個牆頭草 平原做的對 大哥 之前的事情呢 多有得罪的 以後咱們好好相處就是 沒有問題 啊對了 為了慶祝 我給大家準備了一份禮物 什麼禮物吧 我開車 我這就帶大家去看一下那份禮物 開門 開門有沒有人 那我去哪兒 我去哪兒 你到底想幹什麼 哥 你不說有禮物要送給我們嗎 怎麼帶我來這種地方啊 這就是我給爸爸送的禮物 唱 什麼意思啊 你給爸送禮物 難怪這是送了一塊墓碑嗎 爸對你這麼好 這不是純心讓爸晦氣嗎 我當然是想送你們全家一塊墓碑 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爸 你不是想接我媽嗎 今天 我帶你來見他了 真的嗎 你說 林平他就在這 大哥 你說這是你媽的墓碑 為什麼墓碑上連個名字都沒有啊 當年我媽是被人害死的 我怕仇人連她死後都不得安省 所以 我就沒有刻名字 林家 在江城也是所依所阿達 什麼人竟敢摩害你媽媽 是一個叫林寶兒的女人 林寶兒 你媽媽 之後 不是嫁給了一個叫立萬良的男人嗎 立萬良 才是摩害她的兄弟嗎 林寶兒是立萬良的情人 當年他設下圈套 哄騙我媽結婚 婚後 又利用李婉良 將林氏集團洗牌成立氏集團 後面 他又利用手裡的把柄 將立萬良 送進了監獄 大哥 你確定一個女人 自己就能完成這麼多事嗎 怎麼 品源 不相信我的話 大哥 我不是不相信你說的話 只是你現在說的 太讓人難以置信了 這再說了 林寶兒如果胡作非為的話 大哥 你沒作為嗎 不瞞你說 這個林寶兒 以前是我的女朋友 這麼緊張 當年 我以為林寶兒接近我 只是為了喜歡我 在後面我才發現 他是為了跟那個立萬良狼狈為奸 在我發現了他跟立萬良的 奸情和他的計劃後 他又不惜對我痛下殺手 還好 爸救了我 我知道 我這麼說你們可能不信 爸 這就是那個林寶兒 你還不相信你 你還不相信你大哥說的話 你是不相信我 您先別激動 這個事情啊 可能沒你想的那麼嚴重 你還不相信你大哥說的話 爸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什麼意思 你是不相信我 還是不相信你大哥呢 爸 您先別激動 這個林寶兒得知你回江城的消息後 肯定會有所行動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可能會自己找上門來 不知道以什麼理由和藉口 加害於我嗎 李玉范 真是說曹操曹操到呢 這就是那個林寶兒 真是自偷落網 李玉范 這就是你報復我的方式嘛 點替我的身份 找到劉仲隆相認 然後挑撥我們之間的關係 讓我們自相殘殺 然後你受漁工之力 李玉范 這是你給我的新身份嗎 這次我拿的又是什麼劇本 劉昌 把他給我帶回去 我要替林平好好地討回公道 替林平討回公道 你有那個資格嗎 當初要不是你不辭而別 留下他孤身一人 也不會發生之後的事情 現在你後悔了 想為他討回公道 可惜你連你和他的孩子 是誰你都認不出 你有那個資格嗎 你的所作所為 岔兒早都告訴我了 你還想用之前的手段來對付我 我可跟你之前所見的那些人不一樣 你和他們當然不一樣了 因為你不如他們 你下根就沒想對付 你不是想他做你的兒子嗎 那你就做他爸好了 我看你們父子兩個 倒是很般配的了 另外我告訴你啊 林平的墓碑在這 如果他知道他死了之後 你還要來他的墳前各有他 想必他在酒泉之下 也不會有安心嗎 立凡 原本我對你是有愧疾的 現在你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我想我們之間 和良心 你為什麼要打雲他 你是不是怕這位林寶兒 討出那些事情 品源 隨便你怎麼說 我相信爸爸自然會有自己的判斷 把他給我帶回去 把他給我弄影 大哥 你打算怎麼處理這個林寶兒啊 他對我媽做的那些壞事 我要他千倍百倍的補償回應 大哥呢 如果你手裡真的有林寶兒 在汗林平的證據 你大可以把這些交給警察 我們都是合法的公民 可不能搞這些濫用私刑這一套 許願 你太讓我失望了 你到現在 還是不相信這大哥失望 我只是怕你被人利用 剛剛林寶兒說 大哥頂替了他的身份 他為什麼會這樣說 他想靠近我吧 然後像霸占林家那樣 霸占我們劉甲 我查過了當年醫院的記錄 林平 生下的是一年男嬰 這個林寶兒 是個女的 怎麼可能是我的孩子 有岔又走門可能冒通他 這萬一中間出了什麼岔子嗎 我放出去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別怪我沒提醒你 以後的事情你自己做 你是打算留在這裡 這跟我走 這輩子 我最對不起的就是你 你好狠的心 霸占了他的家常不說 還讓他不得善 遺漏了今天的地步 也怪不得別人 如果你真的覺得虧欣我媽 你就自己親手 去報仇 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嗎 如果我有下輩子 我希望我媽能找個真心愛他 我也不希望 要做你的孩子 我也不會有這樣的孩子 你在笑你 自從哪裡得到 大街上見的 拉起小一點的 跟你有什麼關係嗎 你到底是誰 是害死林平了罪魁獲勝 你不是要處決了我 你們 快動手啊 怎麼會說 多謝你們父女兩人 讓我終於報了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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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啊 你這樣話什麼意思 開門幫我出去 品名 劉昌 那怎麼突然讓我去 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吧 現在他被仇恨衝昏了頭 看著他自己跟我說 還得讓大哥跟我說 什麼 是劉昌跟你說的 對啊 糟了 出事了 去什麼 她還在一天了 鳳姐 什麼來你救人啊 媽 啊 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我不知道你吃了這麼多苦 我對不起你不是我 是林平 是我媽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你的事 就應該知道你是我的 因為你跟林平長的太像了 如果不是你假裝相信的話 林玉帆也不會露出真面目 你怎麼就確信我會選擇相信你啊 如果你看到什麼像林 還不相信你的話 那你對我媽的感情就都是假 我也不會輕易放過你 哈 真是說曹曹曹曹到的 林平是你媽 你真是愚蠢 差點啊害是我自己的孩子 沒有到最後一步 誰也不回去 會不會有奇蹟的發生 如果有奇蹟的發生 我一定會加倍彌補你 你醒了啊 你是 我叫劉品源 這是劉沖 劉暢呢 什麼劉暢 你說的是林玉帆吧 他做了那麼多壞事 也知道自己再見難逃了 我跟二姐剛把你和爸救出了沒多久 他就自首了 他 自首了 對 所有的事情呢 趙醫生啊都跟我們說了 你之前吃了那麼多苦 現在啊終於可以好好生活了 你啊 才是我們的大哥 大哥 不應該是大姐嗎 是啊 是大姐 劉正龍他怎麼樣 受了點輕傷沒什麼大 我們兩個啊就讓他先回去了 這裡呀就我和劉沖照顧你就好啦 那就 要託你們了 爸 公司就先交給你了 為什麼不留在江城啊 是因為心裡還記憨我嗎 留在這裡 會讓我有太多不好的回憶 現在一切也算是塵埃落定了 你在這裡陪我嗎 我也要開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姐姐 我們好不容易團聚了 現在你又要走 我是真的很捨不得你 等我安定好了 歡迎你們來找我 走吧聰聰 司機還在等我們呢 我們來找你 我們也可以拿走 我走 我們來找你 我們來找你 有很多人 我們來找你